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逢星期五试出击 上星期那集试出击 跟大家讲完巴菲特和Munger 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 当众Munger提到有个板块的泡沫令人非常担忧 潜伏在这个板块的炸弹一旦爆破了 最严重可能会令到美国接近15%GDP 超过1500万的工作崗位受到影响 这个行业也只是指板块 如果这个板块蔓延到整个房地产 加上之前的金融保险业 已经占美国GDP20% 未计这些板块也影响能源需求 我究竟未去到石油天然气 只是水电那些 已经超过美国的GDP五分之一 当然了或者需不需要去到整个板块都要清零 只是炒作在惶恐之下 不要说股市 整个实体经济的需求也要大大下降 当这场灾难发生的话 美国基本上可以举定百期的了 直接宣布进入衰退 而暂时的因素 我相信爆炸东西是完全没有计算在来的 到时减息也减不及了 到时能不能减定债务上限 已经不成问题了 这个堪称可以殲灭整个美国经济的核弹 究竟是什么呢? 前排猜完银行股了 下个是否到它呢? 现在距离它们包还有多长时间呢? 有没有什么股我们需要付呢? 或者反而有机会要买呢? 今集《施主击》一次就和大家拆解了 看完喜欢今集内容的 记得给个like我们 首先,如果大家记得想更加紧贴大市的消息的话 快点订阅我们我要做富翁的频道 记得要按下小铃铛长线看 这个平台我会分享我如何由负责80万 到拥有超越1亿资产 透过股票房地产达成财务自由 大家想有更多的有趣投资知识 或者短线投机的资讯的话 记得follow我们IG 和加入我们Telegram的频道 提醒大家 我现在还有两个崗位 希望大家可以快点加入我们大家庭 一个就是Program Assistant 就是我们小导演 做的事都非常有趣的 和我们小编有极度高的交流 以及contract based的Cyber Security Consultant 接着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报名认证下 下面有个Google Form 简单填了资料 再加上CV下去 就找我们聊聊天 当然正常情况之外 这个炸弹也未必来得那么快 但是问题就是 我都很肯定鲍威尔 甚至美国政府 是和上次银行爆破一样 都是几乎甚至完全无视了 没有准备到来到这个板块 会有任何爆破的 今集和大家讲这个高危的板块 就是商用房地产 Commercial Real Estate 我们简称CRE 听下去你会知道 为什么 点备和可以趁这些机会 买业物 全美国商用地产的总值 其实已经达到5.6兆美元 只是算商业建筑的开发 和现有物业营运 在2022年 已经为美国贡献了2.3万亿的 美金生产总值 和1,510万的工作崗位 如果计算其他间接的经济贡献 例如银行服务和水电的话 CRE这个板块 其实影响着美国近15%的total GDP 15%听起来都似层层 没错 就是炒内地房地产爆破的时候 内房占中国的GDP都是10% 但是当时也足够令到 整个地球打了尿震 不是 是打了很多的尿震 这次是美国的话 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 加上没有听过有任何人做出准备的 而这些板块现在最大事的是 最近两年CRE板块的发债量 大幅攀升 由2021年的7530美金 去到2022年的已经高达 8620亿的美金了 是有纪录以来 单年最大的债务增幅 自从08年雷曼霸布之后 大型银行大压贷款的审批条件 其实严谨了很多很多 令到最近10年的商业地产借贷 转为流向了向小型银行和地区银行 现在炒的银行危机 是炒大型银行有市 还是小型银行有市 大家可以connect the dots 根据Morgan Stanley的研究数据显示 现在全美的CRE借贷 占小型银行放贷总额 已经达到40%了 换句话 一旦商业地产泡沫爆开 小型银行将会有40%的坏债 来银的坏债2%去3% 股价都跌一半了 这场危机可能足以令到美国经济泥足深陷 情况可能比08年雷曼事件更加严重 记住 我不是说这一个泡沫一定会爆 爆了它的GDP会变0 但是市场一拿这个做借口 或者确实恐惧这件事会发生 都可以足以令到你和我拿着的股票 直接间接录落挨底的 当时炒内房一模一样 最后又有没有所谓爆了呢? 但是内房价格又跌了多少呢? 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板块的问题了 美国商业地产的泡沫问题 有多惊天地一鬼神呢? 听完最近一季数据你就知道了 美国的CRE空置率自疫情爆发 而它办公流行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好转过了 根据研究机构在3月公布的数据 美国办公室市率比疫情前仍然下跌了 30-40% 而在去年 美国写字流平均空置率 并没有因为取消防疫措施而下跌了 反而还升到15% 当中一些大城市 例如三藩市资价格 空置率更加升到19% 要搬的人其实都搬走了 不搬的人叫他回工 他宁愿辞职 何况你炒了他呢? 同一时间 调查发现有近六成的租户 等到租药到期就不会逐租 或者缩减downsize的租用年值 去到2030年更加预计有3.3万亿平方英尺的办公室 将会限制了 相当是整个华盛顿DC所有办公室面积的总和 而今年1月 美国办公室成交量更加跌至2010年 雷曼事件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后的最低水平 但大家不要忘记了 2010年是美国经济萧条的谷底 而今年是未发生任何事 就已经去到这个水平了 一旦这个炸弹继续炸开 商业房地产的伤势将可能会比2010年更惨不忍度 你说联储局有计这条数 准备做事就说而已 但另一方面 美国联储局反而是暴力加息 甚至没有想着减息 商业地产相关贷款已经开始违约的情况了 Wales Fargo最近的业绩见到 在去年12月至4月期间 商业地产的违约金额已经大幅增加了50% 达到15亿美金 对于Wales Fargo大型银行这些数字 都可能令到业绩和股价都一定程度跌幅 但是对于小型地区银行来说 一旦放贷违约率增加50% 这个问题就由炆拗变了史前巨沙 拗到银行融融难难的 当小型、中型银行陆续违约 到最后大型银行完全没事吗? 他们一定有其他年大关系组成骨派效应的 后果将会比早排的三间银行爆煲更加严重 加上早排银行危机之后 很多小型和地区银行都出现了存款减少情况 令到炸弹爆开的时间又拉近了 那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虽然很多投资界的猛人 联盟Munger和JP Morgan CEO 都公开讲到商业地产的问题 但是美国政府和联储局对于这个问题 还是观望态度而已 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一方面美国政府其实没有什么政策 做到可以救到这么庞大的商业地产债 只是计算今年和明年到期债 已经去到1,500亿的美金 另一方面联储局说明 只是在祈求着按下的通胀 去到目标之前 美国只是进入轻微衰退 Mild Recession 而不用真的进入衰退 我自己估计这个炸弹真正会爆开 然后没有了15%GDP的机会是比较微的 而我也觉得联储局什么都不做的机会 也都比较微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机会 就是联储局最终会发这些问题 但是迟了出手 但是都必须牵涉救市的政策 换句话说 其实都有好消息的 因为现在利率都是高企 还有子弹去减息去救市 还没有去到QE 相对于之前疫情的话 息率减到零 经济都未复苏 子弹都没了 就必定要QE的 总结来说 现在只有两个可能性 可以做到的炸弹是不爆的 第一就是即时减息 虽然鲍威尔和很多联储局官员 在上次会议之后都说到 就算未来不再加息 高息环境都依然持续的 直至联储局的目标真的达到 很明显 当然联储局或者他们的官员 和我们想的事情是差一截的 最后你猜一下 这个小型银行问题爆不爆发 还是真的完全被盖了 至此天下太平呢 就算是这样 它的目标是压低通涨 维持高息一阵的话 今年真的不减息 你迟早也会进入减息行动 只不过减息不是为了救市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持续的话 甚至开始有些消息是爆破的话 我估计去到今年年中 至年底时间 这颗经济炸弹 就会进入到最后倒数阶段 通胀还是经济 即是红线还是蓝线 联储局怎么都要剪一条 现在目前来看 通胀数据未去到2% 但都落到一个非常合理的水平 当经济一出现问题 估计联储局会即时转甲 可能最快去到今年年中至年底的时候 他们就无力选 一定要开始选择减息 而减息有什么行业要避 什么时候避 有什么行业要买 什么时候买呢 我在上次的突发 即是这条片 和上上次施竹击都跟大家讲到了 大家去补一集就可以了 另一个再危急一点的情况 可能会出现的 就是美国政府直接用QE 去保持银行的流动性 如果真的要走到QE这一步 相信美国经济已经处于水深火力之中 QE其实只是灾难引爆之后的救援行动 到时可能一切已经太迟了 而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提防这个炸弹汇爆 或者市场恐慌炒汇爆 第一就是再想一次自己参与这场 所谓烟花面对的风险 是不是真的能承受到 我一直都强调的 每次当一些衰退领先指标出现信号 我说的是我用开的衰退指标信号 就代表烟花挺准时会爆的 先不说留意烟花要跟车贴一点 要看消息 未必百分百爆的 还要像19年那样 我提起烟花发生 真的爆了 都要好看你买什么 还有是不是迟了买才行 所以未来的风险和技术含量 都是高一点的 而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 这个领先指标出现的信号 是比较准时告诉你 可以继续数货投资的信号 还有刚才说的技术含量 包括选股和看图表 别人开车才准时上车 这些都会在我投资系统里面 当然还有另一名将军就是房地产 还有做mortgage无限杠杆的 我有个一年一次的免费分享会试堂 这次的 topic 就会专讲捕捉股仙花 我去美国这10天 已经准备了全部内容 而且当日还会直播和大家说 我整个投资系统如何做策略 全部运动一次给大家看 让大家可以做足准备 以及知道在哪方面升级自己 希望帮到大家 有兴趣的 我6月3日 我去王牌课程 免费分享会试堂 准时和大家见面 大家只要在Kill out code 或者在楼下连结就可以报名了 希望你不再业语否 都可以带你的朋友一起上课 由于是直播的 全球朋友都可以参加 你住在哪里都适合利用的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分享会 下一次就是下年的了 除了想清楚仓位暴露的风险 是不是自己承受到之外 还要看自己组合的风险 够不够分散的 大家记住 这个烟花里面 不止得美股会升 我刚才也说到 上两集施竹击 以及直播 竟提竟提的烟花五虎 很大的机会都会上升的 所以都可以考虑 将资产分散于外币 Crypto和TLT 一些美国责变都可以考虑的 记住股票上升的时间是60%至70% 其他时间 你都需要其他将军帮你带来盈利的 而就算是股票上升 你都不可以只选一只 或者随便选两只 分分钟全部都升 就是你那些跌都可以的 这样就是一个精灵的组合 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里做好功课 摸一摸自己组合 是不是足够分散 摆好你的资金 曝光在对的资产上面 以及入市时机 是不是最正确 以及立即打开自己组合 看看有没有高危的板块和高票在里面 最高危的板块 一定是商业房地产的REIT 以及中少年银行的 当然你可以有危就有机 那你要等它危发生了才有机的 在这一集《施竹击》 就和大家略略找了哪些商业地产的REIT 和商业地产债比例高的地区银行需要避开 怕自己身处陷阱不知道的观众 记住看回这一集 记住 下次炒构市 不是买个风眼中间 是炒当构市的时候 救了些根本不用你救易行业 他们就可能跑赢了市 另外 没有那么高危的商场 住宅REIT 和建筑公司 大家都可能要小心一点 正如之前炒的银行危机 大的银行股都跌得一样厉害 因为事实不需要真的发生的 一旦市场只是炒作地产的泡沫 不多不少都会影响了整个大板块的公司 那就和大家分享了 美国商业地产的泡沫问题 你又认为今次2008年累卖危机 又会不会重现呢? 留言和我说一下 还有大家记得去到我6月3日的 一年一度免费分会市场里面 当日和大家准备和装备 如何迎接这个可能会发生的烟花 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正旁边 记得Care Code和下面Description 连结都可以报到名字 全球的朋友 毕业或者未毕业的 都可以带来的朋友一起来看 到时见大家 喜欢这集内容的 记得给like 投资不是达我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全民夺报送出总值6位数字的奖品 一起追踪股市的最后烟花 只要你在指定地点找到你的奖卡 再送一个QR Code登记的话 奖品就是属于你的 由5月17日起逢星期三和五 我们会出一条片公布奖品的地点 包括香港热门的地方 甚至多伦多都有份 我们会收到一些奖品卡 在不同的地方 放心 不会太刁拳 走开走迈就找到 总之奖品就在你的身边 咦 未完 有一份奖品 现在看着的你就可以拿到了 就是师傅王牌课程 免费试堂分享会 这个是师傅由负债80万到1亿的唯一投资系统 想知道他怎样做到 当日又会教哪一招呢 即刻scan QR Code 或者在下面的连结留位 上网就有得看了 这份免费的礼物已经放在这里 要不要动就看你了 所以记得记得记得 要订阅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 Channel 盯索我们的视频 就会知道我们的卡收到哪里 一公布就去抢啦 拜拜 我一年一次免费试堂分享会 今次讲座的内容就是 把握股市最后烟化的 这个亦都是十几年课程里面 教所有同学仔一个系统来的 这个信号在过往几十年里面 从来没有失败过 今次这个讲座就正正抽出一个信号 跟大家讲 怎样和为什么 把握今次的股市最后烟化啦 你就会知道 车一定会召开 但是你有没有准备到投资呢? 而投资的组合要放什么下去呢? 你也都会知道 我过往怎样把握这个信号 每一次都靠这个机会累积到财富的 其实我自己的投资佬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讯 不是大家看到 划半退休这么爽的 中间是一定有一个持之行的系统 你的材料就是时间了 它会帮你慢慢去成长 试过在不同大行 做到执行董事或者重监 到今天 半退休都是用同一个投资系统 当然这个讲座 你就会见到 证明到 一个投资系统之所以成功 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念 所以我除了会讲股市的烟化 教大家今次要怎样做 我整个投资系统的秘密 会在这个免费分享会试堂 跟大家解释完 不想错过股市烟化尾班车的朋友 想学习投资的新手 想认真地深度 upgrade自己投资系统的朋友 记得 打压今次的机会 去报这个免费分享会试堂 到时会直播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题目 完了还有48%的重吻 全球朋友都会报名的 记住这里讲了一年自开一次 希望到时见大家 想紧贴大使走势 立即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护翁应用程式 黏着我们这班我要做护翁啦